大家好,我是李小森 我现在是在海口的钟楼 大家看一下,这座钟楼上面有一个钟表 我刚才还听到那个钟表的声音了呢 这也是一个地标性建筑啊 我们来这里逛一下吧 看一下我后面这么多椰子树 我刚才特别想爬上去,够一颗椰子去啊 感觉太幸福了 好像那个,我后面好像是假景似的 这个对于我一个来自北方的孩子来说 太喜好了 海口钟楼建设于民国时期啊 这是与当时地商贸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 康熙24年呢 在1685年在海口设立海关总口 咸丰八年 海口被开放为通商口岸 民国时期呢 海口商贸往来繁荣 为适应对外商通的需要及百姓生活的方便 当时呢 这个地方就需要有一个标准的计时设施 所以爱国商人周成梅先生呢 便发动海外侨胞捐款 并仿照广州 上海等沿海城市的钟楼样式精心设计 终于呢 在1929年在南渡江口 海口的长堤码头上 修建一座钟楼 这个钟楼呢 每半个小时报时一次 这个是什么树呀 这个树满长 这个树上长满了小金菊吗 看起来好像小金菊啊 我感觉海南树上各式各样吃的 不用担心饿着了 哪都有好吃的 我现在呢 已经到了海口的著名的历史文化街了 齐龙老街 据说呢 这条街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而且这条街的建筑风格呢 很多都是南洋的风格 现在跟着我的镜头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走到这条街 就感觉真的是 好像回到了之前的那个年代啊 这家楼看起来 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虽然看起来很破 但是看起来还是很有用味的 包括它隔壁这一家也是 现在这种古房子都变成了饭馆 不过我觉得一百年前 应该也是饭馆的感觉吧 电影《芳华取景地》 来看一下 好像是一个类似于咖啡吧的地方啊 哇 这个地方感觉很文艺啊 很有文艺气息啊 都是这种南洋风格的这种建筑 看起来很有品味啊 上面还有好多书 这里是芳华的拍摄地 是哪个镜头在这拍的呀 朋友们可以帮我找一下啊 告诉我 是不是当时芳华拍的是 在这个地方拍一张照片呀 当时来这取照片的那个场景啊 哇 从这个角度望过去 这里开始热闹了 我觉得好像回到一百年前的感觉了 这里也太有历史感了吧 哇 这两位是 哦 他们是在卖买东西吗 骑的有鸡 你们两位是在交易卖这个鸡吗 我觉得那种电视小娘惹 应该就是那种南洋风格的吧 这地方好有穿越感 海口南洋奇楼老街风貌展示馆 来这里看一下吧 应该就是海口风貌了 这边这条河就汇入了大海了 那里还有个城墙呢 原来这个奇楼老街以前都有一圈 这个城墙围住的 这是城墙内 这是城墙外了 解放后这个城墙再给退掉的 这个太昌龙呢 是以前新加坡的一些华侨股东 合资建设的 海口大厦 听说这个大厦是之前最高的一栋大厦了 共投资50万元的 1931年建造的 是最高档的这个大厦 里面还有歌舞厅 高档餐厅 戏院 还有武厅 电影院 今天呢是个好日子啊 今天是2月14号情人节 所以呢我今天决定在奇楼老街 选择被虐一下 看多有烟火器 下面是卖着这些吃的东西 上面呢 那个房子里面竟然还有人挂了亮的衣服 这感觉太好了 我觉得只有在电视里才可以看到这种场景呢 还有一点点像那个旧上海的感觉 这个店的风格也很有南洋风格啊 但是以前这儿的新加坡的华侨股可能比较多 所以说这边的建设风格 包括吃的东西都是有点南洋风味的 看这种拉着小车的小商贩 真的好像回到了古代似的 太有感觉了 还有带着斗笠的阿婆 像这种南洋风格的这种街道啊 我觉得真的是只有在沿海城市才可以看得到 因为像以前那种华侨呀 新加坡啊 马来西亚呀 他们回到国内之后 就会建这种南洋风格的小楼 跟我们这边的不太一样 这边看到了好多情侣啊 开始各种花样虐狗 看男朋友这个拍摄视角 最幸福的情侣 国外的人吧 然后他来我们中国做生意 来我们内地来做生意 看拿着拐杖和行李箱 这是一个账房 再给大家算个账 还原一下那个年代的场景啊 吓我一跳 刚才那边有个大叔对着我拍了个照 我赶紧闪开了 我以为他要拍后面 他突然间跟我说了一句 把你的美丽借给我 我的天哪 我也不知道是应该开心呢 还是开心呢 有一点受宠若惊了感觉呢 是不是 这边的外业